大家好,我是老万 今天给大家深度评测一下 我身后这台大通T90 探索家方车 什么叫好饭不发饭 它就是好饭不发饭 同样类型的车 懒中已经出完了 但是大通是刚刚上市 但据说上市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 刚刚还有个车友给我发了几张照片 说他已经提了这个车了 这个车有几个亮点 我跟大家详细的报告一下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吸引我的 是这车长得真的好看 我是42岁的一个中年男人 对这种皮卡本身就很喜欢 那么基于皮卡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房车 再加上它这个颜色 真的是就入了我的心吧 这个车是有三种颜色的 一种是这个 一种是白色 还有一种是防暴漆 那么在这给大家直接先把价格说了 这个车的价格从398万到42万8 三种颜色可选 这是第一 它的颜值 确实一部分人会非常的喜欢 颜值第一 我喜欢的 第二就是 它这个驾驶的这个舒适性 驾长的舒适性 从驾驶的感觉来讲 我觉得人机交互大同坐是最好的 你比如说我开车的时候 我感受到的是 首先第一点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很忙 它这个车有车载微信 你直接可以语音控制 想给谁发就给谁发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这个车有限高警示系统 这个对开房车 特别是小白来说特别的重要 而且它这个警示系统 能够直接在大屏里给你显示出来 第三就是它这个驻车呀 监控啊 倒车呀 所有的 你别看它是一台皮卡 所有的都是乘用车级别的 这是驾驶的感受 然后乘用的感受 大多数在视频里的时候 你们能够看到 我们开房车的时候 驾驶者的感受 但是房车作为一个家的生活场景 家人的感受其实很重要的 我马上就要坐到 大通T90探索家的这台车里 然后让我们工作人员开起来 我们看看这个车乘用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试车的这个地方是在防山防潮大世界 它是专门有一个试车的场地 这个场地呢 不是那种铺装路面 它是有一点小越野的小水坑的感觉 目前来感觉就是它这个整车的这个 跟随度比较好 所谓的跟随度就是前面这个底盘跑过去了 你后边上装部分会不会有滞后性 就是感觉晃不晃吧 目前来看我感觉没有晃 因为它现在是接近35度角的时候在转弯 然后第二就是这个车的底盘的舒适性 因为这个T90的底盘 现在它没有加这个空卷 也没有加氮气减震 就是原厂的这个底盘 我感觉这个 最起码和意外科比 它有太多的一个改善 还有就是这些家具 房车最大的问题是家具它会自嘎自嘎响 目前来看我们在这个场地 它的一个家具没有自嘎自嘎响 让你难受的一个程度 但是它肯定跟乘游车不一样 它还是有声音 第三我们要说一下它这个动力 它这个是2.0T的才有发动机 是双窝轮增压的 所以它这个整个这个低扭表现的非常好 能达到500牛米 可能你对这个没有概念 我告诉你伊威克才是400牛米 刚才我们在实际路试的时候 也发现虽然说它改了房车 但是它整体的响应速度非常非常的棒 它比某款汽油车的响应的速度都不输 别忘了人家那个是汽油车 所以在动力这个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另外这个车还有几点 我觉得是作为房车 我们尤其要点赞和注意的 我们给大家详细的看一下 第一 就是它这个镜子的这个做了延长 正常的情况下它的镜子是在这个位置的 然后因为这个房车后面比较宽嘛 所以会有盲区 延长了之后 盲区完全没有了 最最重要的是 它延长了之后竟然还很好看 第二个就是这个位置的软连接 这个软连接的技术 在房车圈里应该是第一次用 这种软连接的好处是什么 是它增加了前面这个驾驶室 和后面这个房车的这个房子部分 之前整整体的韧度 它不会有那种硬磨损 所以这个软连接是它的一个特点 还有第三个特点 离去角 所有的皮卡房车都会面临一个问题 因为皮卡的通过性 应该是皮卡的一个优点 但是改完房车之后 它容易这个优点没有 所以但是它这个位置 做了一个离去角的一个上扬设计 所以它的通过性依然很好地保持了 然后接下来老万就详细地给大家讲一讲 这台车作为房车 它的整体的这个配置 首先这个位置是质感非常好的 房车的专用门 这要在三年前你是不敢想象的 三年前这就是一个进口房车的门 这边有一个垃圾桶 然后大家也看到 这是随着我开车 这个踏板就自动出来了 你不用去手动的操作它 然后这边有一个抽拉罩 我之前说过 我说房车的外置厨房 其实是可以不要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在这做饭 它不会 它会让这个车体有点脏 那么他们就给做了一个折中的处理 就是这边是一个卡式炉 你可以放这用 你也可以不放这用 这个位置是它的这个抽拉式黑水箱的一个黑水箱盒 然后上面是一个黑色的手动的遮阳棚 我们再看车的后面 探索家T90很明显的标 这个是完全都是乘用车 按照这个乘用车的标准来做的 这边最让我感受的就是它这个整体 开模 整体模具开模的一个厚防撞保险杠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高度 它这个离气角基本上能到我这个屁股的高度了 所以这个车的离气角还真的是很大 这是一个储物舱 皮卡房车储物舱确实一般的都不会太大 所以这个储物舱的表现中规中矩吧 这个位置是重力加持口 这个位置是新能源的一个充电口 那么这个车搭载了一个140A的48V的锂电池 上面还有四块100瓦的太阳灯板 这个位置是它的加油口和尿速口 它这个车油箱是80升的 然后尿速大家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3000公里加一回 但是看你正常这个车的使用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我们到这个车的驾驶室看看 首先你进这个驾驶室 你完全感受不到 它是一个我们传统的印象中的防车的驾驶室 这个驾驶室就是一个重用车的驾驶室 首先这个座椅包裹性特别的好 然后你看这个曲面屏 这个曲面屏是由两块屏组成的 这个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车 这个车机互动系统 我们通过手机扫码之后 就手机上的很多功能 通过它的语音就完全可以控制了 这个T90的底盘啊 它这个变速箱是采而服的 是8AT的 所以整体的超纵感是非常非常的顺畅的 另外你再看它这块的设计 往上一握 真的是有一种特别舒服的那种乘用车的一个驾驶的感受 这个车可以选择四驱模式 也可以选择两驱模式 两驱模式呢就是更省油 如果说你真的是需要脱困了 可以选择低速四驱 它的扭矩会瞬间释放到最大 外面这天是够热的 大家你们先说空调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空调 大通定制的啊 但是它实际是日本的一款空调 这个空调日冷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能耗确实是很低 车里现在非常的凉爽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车的床 你在外面的时候你看到它有个特别大的额头 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特别舒适的一个睡眠环境 这个床的尺寸在这个车里是最大的 这个位置睡两个成年人是没问题的 另外就是我们在车尾部还有一张纵床 大家看这个纵床的宽度是不够的 但是它向前面借了一个空间 我们就拉一下就可以把前排的座椅放倒 然后把这个海绵子箭子弄过来 那在这样情况下 这个长度就是完全够用了 大家看我是一米七八的身高 这么躺着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地方实话是说 睡两个人我觉得有点牵强 睡一个人是可以的 这也是一个空间利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 另外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卡座这个位置 一个房车卡座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在前面开车的时候 家人是在这坐着的 这个卡座给我几点比较好的感受啊 第一就是它坐着比较舒服 你看一下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弧度的 它不是那种完全直的 还有一些小细节 你比如说我手很自然的放在这个位置 它这块做了一个软包袱 这边有两个这个背架 另外就是它这块还做了一个 小的这个几个电源插座的集成 这个位置可以放一些手机什么的 前面弄了一个很小的桌子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小 但实际上它够用了 这个桌子可以上下和前后都可以调的 然后它的对面呢 做了一个算是一个小榻吧 因为空间的问题它就没有做这个靠椅 如果说你想休息的话就在这 大家坐聊一下天的话 这个位置也是可以聊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说说 它这个车里的其他生活区的一个装备 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厨房区啊 首先我们看这边是一个小的洗手盆 洗手盆上面正好是有一个菜板 这样空间利用的 把这个空间更好的利用一下 这边是一个水龙头 厨房区下面这边有一个微波炉 这边呢啊 两个49升的冰箱都是应得尔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车的卫生间 我们先看一下啊 这两面镜子其实是增加了这个呃 卫生间的整个空间感的 这边是可以打开的 放一些这个洗漱用品 嗯 其实可以给大同提个建议 这个洗漱用品这边如果做一些拉绳 可能放起来会更稳的 这边是淋浴花洒啊 洗手盆 然后上面有一个手动的双向的一个换气扇 这边有一个预帘 大家看一下这个厕所的空间啊 抱头转一下 感觉还是可以 而且这些小设计我挺喜欢的 这个东西往这一拉 往这一卡 这个你就是就可以挂毛巾了 平时不用的时候 它就可以缩回来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车的空间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呃 的柜子啊 首先要说一点 皮卡方这的空间确实不大 你看它的储物仓也不大 呃我们看一下它这些柜子 这是一个吊棍两个吊棍 三四五六 再加上这个柜子是六个吊棍一个小利棍啊 这就是这个车整体的一个空间 除了外边这个颜值之外 这个车里边的配色我也是挺喜欢的 另外大家再去车展看车 或者看其他车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听我的 就是要摸一摸 我不有一个望闻问切四步看车法吗 一定要摸一摸 摸摸这个座椅的感受啊 摸摸这些五金件啊 然后打开一下门 感觉一下它这个阻尼 呃真的好的东西 你的感受是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的 查诀不漏 来个小总结 不两点小漏洞啊 第一是它这个车用的是上汽大通 自己自主研发的一个车控系统 智能化还是比较强的 然后这个车是3000瓦的 从里面的一体积 水箱是160升的清水 40升的灰水 呃整体上看下来 底盘的动力乘坐的舒适性 驾驶的感受 生活的便利性 我觉得在目前同级别的皮卡房车里面 大通T90的探索家房车 我给他给收的评分是90分以上 另外我们也有一个期待 我正在和大通的厂家沟通 我们要进行一个长达15天左右的 一个深度评测 吃穿助用型全在这个车上 请大家继续关注老万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关注老万一起分享房车知识